楼市持续下跌 居屋及绿制居报踏定潮 甚至连屋楼王亦不能幸免 于2022年推售的居屋计划 售价贵的北角计划院楼王单位遭踏定 以该单位售月530万元计算 以绿表买家以5%手期购入计算 踏定是月逾26万元 北角计划院 企德企新院 码头绝观院 观塘安秀院 将军澳昭明院 沙田于德院及东 玉雅院7个居屋屋院 共8926个单位 于2022年推售 当时定市价51折 房委会于同年11月13日安排解楼 俯开授约20 中北角计划院 售价于530万元的楼王单位 已迅速减走 计划院为单状市 提供248个单位 平均英尺价达9950 不过 该个位于北角计划院高层32楼7室的楼王单 近期已遭买家踏定 据房委会成交记录册资料 单位买家已于 今年1月25日踏定 该屋院至今共录两宗踏定个案 另一宗于23年11月23日撤销买卖合约 一个15楼八市单位 楼价约为380.5万元 房委会最少杀定19元 同期推售的市区屋院起得起心愿 至今一路四宗踏定个案 其中一宗最新鲜滚热辣的个案于 月22日踏定 鼠币座38楼四市单位 售价245.2万 准买家至少损于12万元 同鼠市区的码头绝关山院 亦有四宗踏定 近的为本月20日撤销买卖协议 涉及一个位于34楼12的单位 单位售价238万元 关唐安秀院有七宗踏定 最一宗于2月21日撤销买卖协议 单位售价为242.5万元 将澳朝明院有二宗踏定 沙田于德院及东勇玉雅院 定个案各有约60宗 星岛申诉王推出全新 牧区区有申诉 并增售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要事 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要赞取星岛头条 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浏览更精彩内容 西兰赚扬身边好事 可不妮价帮人 可不妮价帮人 可不妮价帮分顶 虚目的是 本身掌扬身边好事